就是这边到这边是240 这边到这边240 然后底下的部分呢 这边到这边的话是280 这个高度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大概60左右 那里面的这个字的部分 你用A 这个自己再把这个数字打上去 那打上去之后的话呢 逐一就是把这个图 逐一再把它先放在里面好了 那再来我希望将来各位 当然我希望看到 因为我们将来是要把它展出 这个所以我之前在K的3D里面 我给他们的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你做出来的像3D这部分 我们会有个图框 那图框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在3D里面是涂一些颜色上去 那在那个2D里面能不能涂颜色 那当然也是可以 除了剖面之外 那也可以你可以把它给给点颜色 那至于给什么样的颜色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各位可以用 我想自己可以稍微涂一点颜色 那颜色部分的话呢 你们可以从那个在哪里呢 在那个绘制里面有个那个填 这个填充线 那填充线里面的话呢 这边有很多的这个 预设的这些样式 不过如果你填这个感觉 太太这个怎么样了 这个颜色看起来其实不是很亮丽 因为我们到时候是那个放在PowerPoint里面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 你可以在旁边有个建成 那建成部分的话呢 我想这个部分呢 比较是属于练习啦 所以你们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希望针对像 像像 比如我填一个 比如像像这个好了 如果这个颜色我希望给他填一个 绘制里面的填充 那填充里面的话建成 那比如说呢 你可以填两 这个颜色部分 它有两个建成颜色 比如说由外面是这个颜色 按确定 然后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给它一个比较浅的颜色 比如说我今天给它一个 像一个淡的黄色 类似像这样 然后呢 两个颜色你可以 像圆的话由里面到外面 或者由外面到里面 两个方向你可以去填 然后这个地方再加什么 加入 这边点 点悬点 那你如果说你要希望这个圆 改变成刚刚那个样式的话 你就把它点一下 那按一个Enter 接下来的话呢 你按一个确定 那这个部分它就帮你填 填入这个颜色进去了 那其他颜色的话呢 我想也自己再给它一点 给它一点颜色练习一下 反正你就给我个彩色的一个Cat好了 Cat的部分的话 你就自己再填一点点颜色 然后把这个上面的数字加上去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再来就是说呢 我希望在就是图框的配置 比如说四个图框 然后你分别把四个图放在这里面 然后底下的话呢 会有我们的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名称 比如说包含你们的名字啦 或者相关的日期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就是先把那个 图这个这个表格的部分 外框的部分先画出来 一个当然我们利用刚刚所讲的就是 你先一个举形嘛 先画一个 然后add多少呢 宽240 逗点280 然后enter一下 OK 先做一个 然后再来底下这边的话 我们往下追 大概追60 enter一下 然后这边把 空 谢谢观看